Hello大家好,我是Paul,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这期视频呢,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给我的小鱼缸重新布一下井 这次的布井呢,其实变化不会太大 因为我还蛮喜欢这两个石头搭出来的那种山洞和隧道的感觉 那我主要是想把水草都挪到前面来 那希望这次的效果会满意 现在石头和水草我都已经整理好了 鱼缸我也刷干净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布井吧 鱼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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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然后再让这个水呢过滤一段时间 我们就可以把鱼放回缸里了 好了水清测了 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喜欢的话就给我一个赞吧 我希望以后这些水草呢 可以长得密一些 尤其是后面那个黄罐草 然后达到像森林一样的感觉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建议的话 也可以在下方评论里给我留言 或者你想看到我养什么鱼 也欢迎在评论里告诉我 那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因为关于这个小草缸呢 我正在计划很多内容 想和大家分享 这样就不会错过了 那接下来就让大家欣赏吧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